11月27日,台灣藝人高爾祥在內地錄製節目追我霸的時候撤死, 享年35歲。 這日高爾祥大哥早就在甘寶山打地撤靈的事情, 之後就趕到機場接機。 下午兩點,高爾祥的遺體在女朋友Bella 和二哥高宇喬的陪伴下運抵台北桃源機場, 並在長榮空運倉進行了簡單的營靈儀式。 高爾祥這日起金保險到徹靈,雖然天氣寒冷, 但外面都一早就站滿了粉絲和傳媒。 傍晚6點多,靈堂開放媒體拍攝, 現場內外都擺滿了花牌, 靈堂以白色藍花裝飾,簡潔而明亮。 圍照相的高爾祥穿著白色西裝,笑容燦爛。 據知高爾祥的父母選這張照片的原因是符合她陽光暖藍的性格, 希望一眾粉絲見到,都不要太傷心。 高爾祥經紀公司說,將會安排在12月6日, 在金保險開放粉絲悼念。 每場不會開放拍攝,也藉著花束。 如果無法去的朋友,都可以寫下想和高爾祥說的話, 接成紙殼寄給他們,到時會和爾祥一同高飛。 。 。